波德舞艺术 我是小胖 小胖 来 因为你的南桂坊 我记得是在家里的夜市旁边 是 是文化夜市吗 对 你的位置很好 对啊 不错 夜市头的因为 我之前不要去大队 我说夜市它根本就是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说 我是夜市里面的风点 而且习生还很不错的一个风点 现在状况是怎样 其实我们刚刚发布了三级后 所以 整个夜市现在目前是 都是停留的状态 包含我们本地人 还是我们外地人 这个油客都是 都变得很少很少 是在夜市三级的时候 我们的大队 大队差不多有6升 到外 发布了三级后 我们的大队差不多存4升 因为我们这里也有很多 说 这些 当地住在我们这里的 这些 上部邻属 也有这些 这些 有任务 来在家里的 这些 路客 其实我们老师 都是接到 这方面的 人客 差不多就是三级后 我们可以为师 在三升 做油 这种的大队 那如果这样 你要为师 差不多 几升的住宿 比较好 维持下去 正确来说 应该是 大概6升 7升 6升到7升 所以你 如果要跟三升 时 已经 这样就可以了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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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 你的转息 是怎样 因为过来 疫情 他就直接变三级 到现在 也有个解锋 你做什么 准备 是 在差不多 25月23号时 我们就 跟市政府 来做一个 科论 做一个 叫做 医护中继站 的转型 医护中继站 这不是 防疫旅馆吗 这不是 防疫旅馆 这个 它的重点 应该说 它是纯粹 我们这些 医生跟 护理师 来担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些 医护人员 他们都是 在第一岁 在工作 所以 他们也会有 一些 心来有 一些担心 有可能 住人的 中部 是担 或是 我们的孩子 有可能 有些 的 保留 所以我们就是 准备 理事 宿舍的 状态 可以让他们 在这种 堂会 过程当中 这种很高张力 高压力的一个工作 完之后 有一个比较好 可以轻松 休息 放松的一个地方 这样 所以 还没跟 防疫旅馆 是 让他第一线 在这种 便宜 在工作 医护人员 是 是 像这样 因为我们本来 是为到 这些旅客 游客 这样的服务 是 要专注 为医护人员 做起来 像宿舍 让他 可以 住的 所在 要做什么 专门 其实 坦白说 因为 我们 其他 有 在做 这种 医护 医护 另外 的 房间 其实 我们就是 照一般 接待的 方式 就好了 不过 我自己 包含 因为我有 自己的 众部 是 都在 医护 里面 在服务 所以 我那时候 想法是 在我们自己 都要 注射 疫苗 的 规定当中 其实 我们这些 服务人员 反而是 一个高危险的 一个群体 为了 我们 没有 给 这些 医护 人员 把我们 的 欢乐 所以 我们也在 我们自己的 整体 我们有 增设了 自动 自动 无人柜台机 不能降低 接触上的 一个风险 包含 我们在 我们早上 出餐的 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 尽量 可以 把我们所有的 餐具 我们也可以 用到 一次性 也可以 改造 消毒 我们还有 加共同 包含 我们还有 买 蒸汽室的 清洁银机 清洁机 在 我们的地炭 我们就一天 我们就两次 把他做一种消毒的工作 也有包含 买了很多 紫外线灯 抑郡灯 在我们的 饭店里面 或在我们的工作场域里面 我们都安装 这种设备 在外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 开启这种 纸外线灯 可以做一些 消毒的工作 这样子 我们感觉没想到 我们也有可能 有的 会让人 所以他现在在说 这是一个双方面 用无人 柜台机 然后一直在消毒 这样的状况 你做了很多 新的一些 消毒设备 以前我们一般 旅游业不需要 这样的话 你的社会 是怎么社会 其实我们董事实的 设备是感觉说 我们如果是按照 我们原地的 不计划 不计划 2,000几块 坦白说 我们对一个 以后领安 的收入来说 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负担 因为他们来团 是住一天两天 他们住 可能住一家 五月 一家 他们住 他们的值班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我们跟 市政府 因为市政府 来问我们 是昨年 也要加一些 保职 所以后期 我们就是 算我们所有的房间 靠地料 我们是用 不贪的方式 我们是用 一个成本 一个月下来 大概是 需要大概将近 300万的 一个营运成本 那我们去反推 65间 折算出来的 一个金额 大概就是 1538块 那我们公司 也先吸收了 这38块 就是1500块 那其中当中 就有市府的 补贴800元 那各个医院 他们补住600元 那医护人员 他们只要出 100块就可以了 哇 那这样真的大 它好像双範双範 它没有压力嘛 是啊 是啊 那变成你现在 几层的住宿 坦白讲了 如果我们 待了 如果我们待了 很好代表 说我们的 疫情是 很严重的 我们待了 不好 代表 我们大家就是 可以立马的解封 就是可以大家回复自由 所以一直包含 从我们初期到现在 我们平均的住房率 大概在五成左右 他真的就是第一线 有含早餐吗 对含早餐 我有早餐 还有很清晰 那个饭店我住过 很舒服 算了还算很新 那一百块应该会住满才对 可是只有住五成 因为毕竟需要没有那么大 那你的心情现在是怎样 其实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基督徒 在我要做这个决定的部分 我是觉得我就是 接着我自己信用的地方 我感觉我是做一个 漂亮的事情 做一个善的事情 所以在当初是说 包含现在这么多 董燕的饭店 其实都是了解在做生意 包含说我现在也是了解在做生意 问题是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 哪有办法对社会 可以做一些公言 所以过程当中 我是没有什么 心情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但是一直会是希望是说 我们的生意好 代表整个的疫情是紧张的 可是当我们的生意不好 就是代表我们可以准备 接待其他的客人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左手 左边跟右边他没有办法 取得一个平衡的一个状况之下 但是我们的心情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不能做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疫情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做一件美好的事情 这样子 小胖说就是一个 我们一般的经验 住房率当然是越高越好 但因为这是医护人员的宿舍 跟针对疫情产生的 所以你又不能期待他如何 我们要这样 对他担心 不要是有需要的人 很多一定就没用 不要是疫情没有控制 所以又希望说不好一点 那不好一点收入又受限 这个自己的心理很两难 那我请告诉我员工 因为毕竟他们 本来我们是当旅游业 行业做行业 现在因为这是医护人员进住 你的服务又要一样 同事心里有什么 工作的这些伙伴 我们都有沟通 那我们自己的饭店 是75个房间 所以我们也拉出了 10个房间出来 是给有需要的员工住 那目前大概有9000的入住 因为柯林处林 有中部的事大 还是有典子 所以本来说 其实我们也是做一个开会 这是几天 对完工所在说 因为大家都共同在做一个事情 然后也因为做更短的时间 可以做会相处 可以这样做会 他们的感情是都变得更好 像说我们这有要注意分流的问题吗 目前差不多多少人住在里面 因为我们公司有两支电队 所以我们有一个电队 我们就是和医护人员 另外一个电队就是我们自己的员工 自己专用 包括我们每一个店 都有针对所有的案件 所有的都会去做一些清洁消毒 那在这种所谓的分流分仓 我们都尽量把它做到完善 我们都尽量把它做到完善 因为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那你也没有办法说 我们做的到底有 到底是不是完美 那我应该是这样讲说 我们只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些想法 能够想象的把它做到极致 包含说我们一开始 我们跟两个医生来担 到时候我们里面的服务人员就说 小胖 这样我们感觉还切成电队 跟两个人来担 可以了解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坐这个 他跟两个人而已 他也要坐一支电队 对啊 所以我也跟我们的工作伙伴说 我们这个工作叫做按表操课 不管他住多少个人 我们就是要这么做 因为他是要降低 降低彼此之间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工作 把它转换成任何的 就是任何的部门 他都有他的SOP 包含说我们过期 我们的酒精 有可能 我们全罐 有可能三天用一罐 现在一天是要用 要用到这三罐 因为大家在所在就一直吻嘛 就知道我们要做很多的清销 那其实应该是说 当你越了解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你就能够用一个更放心的 或者是说用一个比较不恐惧的心情去面对它 那包含我们每一个员工 我们就是告诉他 可能如果你回到家 你要有一个小型的一个缓冲区 那我公司也提供酒精 你回去你的衣服脱掉完之后 先把喷喷这样子 不要跟家人的衣服去混在一起等等 这个都是说我们 大家来工作 我们也希望不单纯只是保护到我们的 我们的工作的伙伴们 也希望说 在他们自己回家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保护到家人 这都是我们在所有的一些工作的事项上面 我们都不断的一直在强调他们 就是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成为防疫破口 你目前里面住多少医护人员 目前平均大概在30位左右 平均住 那30位算起来 即使补贴这样 你记得你的成本还是没有赚钱 还是亏钱的 对 这样没有关系吗 坦白讲说没有关系 这个不太可能 但是以目前这样子的景气之下 如果说是痛苦是比较急的 我们就是想对性比较不痛苦 对 这个小胖说了很豁达 说我们还不是海警第一百的痛苦 那你也有 很大的看白民店有很多人在签名 那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我们开始做这个医护中期战料 好好跟我们赶紧自己的赶紧好朋友 我们就有就是在聊天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有跟他们提起说 我想要发行一些木制的一个叫做蓝丝台的一个运动 那也获得蛮大的一个回馈跟响应 就是我们募集的蛮多 就是可能是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饼干 或者是一些点心泡面 他能够给这些医护人员 在工作之余 来到我们饭店休息的时候 也有这些东西可以享用 那个看板的部分就是 变成是希望就是所有的参与这件事情的人 都能够签名 那签名完之后 我们会把这一个的大的这个看板 把它挂在我们因应这次疫情 就是转型到医护宿舍 新闭的一个办公室 我们把它挂在这个大门口 那提醒自己 我们曾经参与过这样子一个美善的事情 我隔着为台中和大家听起来 感到很感动 就是大家都在困难里面 但是很希望够做一些事情 像这样子就是那个饼干糖果 这个医护人员来很累嘛 这个看来知道 这是大家自己报的 他们反应是怎样 很开心 像又就是一些护理师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每天下班都很期待说 我们的那个医护 就是我们这叫做医护加油站 有能够采生什么样的商品 那我因为我们都是尽量都是收集物资 所以有一些店家他们也很热心 包含有是做那种啤酒鸭的 啤酒鸭就是那个汤品 那我们也是把他做一个保温保乐 可以让他在那边可以喝的糖 那也有像是有在做鸡排的 那我们就是把他做成小小的 那也有一些手工饼干 肉干 还有一些一些扇心朋友 他们认为他们觉得很好吃的东西 一起拿来这边分享这样子 甚至也有有那个扇心的朋友 他就说 这一定会关闭乳啦 这回来很辛苦 说要准备一些乳乳给他们冷 他就买了这种 有一些像是水果啤酒 就放在那边就是让他喝 这个是非常的乐笑 真的非常的乐笑 大家都发挥无限创意 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这样看 我们觉得很感动 我们虽然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那个资源 真的是远远不绝的进来 那甚至也有像外地的朋友 台北啦台中啦高雄啦台南 那因为我们的资源坦白讲 我也认为也是充足 所以我们也是跟他们讲说 你们可以就近 就是转正到附近的 附近的这种所谓的专者医院 这些这些的护理人员 或者是医护人员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对 所以这个下班了 本来就住一个 因为他在家里 有时候真的会有点压力 疫情的期间 所以说可以用100块 当然有被补贴 住在这个医护人员宿舍 然后呢 还有很多热心支持的人 上约有什么 味蜜乳 啤酒 饼干糖果很多 这样 其实这个压力中 会特别感受的 刚才小胖说 那种大家的善意 很漂亮 像这样子 疫情还会 看这三级会到七月中 是 那像在家里 像你这样 你知道你跟当行 来着 像我们南桂坊 专做医护宿舍的 多吗 目前就只有我们一家 那其实也有其他的业者 也想要转做 那坦白讲是因为 目前的需求量 并没有那么大 那如果他在转做 坦白说 也必须要准备一些东西 或是等等 那反而市府他们会 反而就会变成 比较保留的一个态度 就是如果真的有 整个疫情又变得比较紧绷 他可能会再征照 第二家 第三家 第四家 那就是把我们 当作一个样板 因为我们有一个 比较实际上的一个 操作上的一个模式 那如果说未来有 其他的同业 他们想要加入 我们也可以站在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包含如何 向员工的信心讲话 看话这样子 那包含是说 在整个的一个准备 要怎么样去操作上面 我们都能够做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分享 对 当然因为你们是 走在头前 有一些经验 可以分享 可是我们也希望 你一家就好 要需要很多的 对啊 对啊 人家觉得很夸张 也是太夸张了 我们也是希望 疫情是修促的 是 这样再转回来 你们又需要做很多的 调整吗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本身 他们都是很安全的 那包含从 市府的角度 他们也认为 我们就是一般的旅馆 我们就是一般的旅馆 但是我们为了 现在目前 是为了要保护 这些医护人员 所以我们 我们目前就是 没有收起他的游客 那如果说 当真的就是 解禁完毕 就是解三级完之后啊 那甚至是 慢慢慢慢整个的一个 生活形态去正常 那我们也隐落到院方 不是说这个时间 我们做这样子 那等这个时间 过了完之后 我们就不做 我们可能还是按照 他们的一个需求 保留 或是一到两个头层 能够给这些 医护人员还是一样 能够好好的休息 那其他我们就是 按照政府的规定 分舱分流 去做好 我们去接待一般的客人 那其实 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 其实在讨论到说 我们的饭店 要怎么样去做 做到一个安全防护 那其实也在跟市府 的一些长官们在沟通说 我们如果这样子 是一个样板 那是不是有一个认真 让我们的这样子 这个饭店 能够让别人知道说 如果你很担心 其实你来住我们这边 你是可以更加放心 这种疫情来对 很认真的想要帮上忙 就一段时间 也让出很多的心得 而且是正面的 对我们而言 我们也不断的在准备自己 那可以重新得力 那可能到整个疫情 趋缓完之后 我们在整个的安全防护的等级 是更高的 这疫情来对 很开心 他们也贡献了 他们的角色 很认真的 他做 那第二个是 他自己本身是基督徒 他有这个 使用的力量 其实无论是支撑别人的 会被支撑的 其实都是需要 有心灵力量的支撑 谢谢小方家喜欢我们 播客无意书 最精彩的力量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各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